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市民亦因此 以此期盼能够尽快实现与内地免隔离通关 据香港研究会 10月2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若日后要免隔离 前往内地入境人士 必须使用具自动追踪功能的通关码 五成十访者表示接受 恢复通关是一件大事 我们迫切希望可以早日与内地重启两地活动 满足自身民众经济民生需要 但亦不能在疫情防控方面调以轻心 必须持续强化自身防控措施 确保及早识别潜在的风险 必须有罪战行逐步推进 但不能因为通关而影响到 香港与大陆的疫情防控计划 面对传播力极强的变中病毒 我们亦需要严格执行 爱防输入措施 香港想要通关 通关码只是其中之一的防疫手段 斯文接种第三针身关疫苗加强剂 和使用安心出行 这些都是必不可小的通关前提 接种第三针疫苗在全香港是大事件 提高疫苗接种率 这是全港社会必须保持的一个公同态度 而使用安心出行 即是为了防御疫情所必须举行的措施 在变异病毒株的威胁下 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 使用安心出行 即是保护大家的最好办法 香港每一个人都需要贡献出这份力量 香港的疫情防控 亦就一定会越来越坚固 香港与内地封关已接近两年 市民僑守而盼两地尽快通关 社会各界应积极配合 尽公民责任 才能够实现从安心出行到安心通关 抗疫近两年 除香港疫情持续受控 特区政府积极采取措施 与内地防疫标准对接 市民念之在之的与内地恢复正常通关 希望亦都越来越大 因此 香港要再接再离 将防疫加强措施 一一落实到位 市民亦要积极配合 共同为实现通关 出一份力